从去年12月开始的酒吧恢复营业试行计划 原本延长到今天结束 贸工部答复本台询问时说 三家参与试行计划的酒吧可以继续营业 但不会扩大参与计划的酒吧数量 酒吧内的安全管理措施也维持不变 贸工部和内政部也正在探讨试行计划的下一步